大家今天呢 我来讲讲Squatch对Person进行比较 这两个就是编程的语言 所以我们先从Squatch来说 Squatch有六个优点 Squatch专门为八岁以上的孩子 我们来开发的它是 它是为设计的应用学习 它不需要说键盘大碼 所以我们可适用设定的模型 通过模块组在一起 而设计好玩的详细 但是呢 你要做的好能也是要挺难 你好玩的比方说 数学 诚意也多少 你应该需要一大部分 然后呢还有一大部分 就是呢 一般你后面还需要自己做block 所以Squatch有自己存放 这挺不错的我感觉 就是呢 让这个页面更整洁 这也许也可以更迫 所以Squatch的目准是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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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合 合适 待会用回来 他们就是小时的游戏 能懂他们的产品 然后他们你提问 像成熟人一样 最好的基本知识 一开始就可以 然后我们进行 练合的基础 因为你可以后面 更可以做 Python这些 Java这些 这些后面更厉害的 在Squire只要几个缺点 他们就会需要 能够最受编码的观点 设计是最常见的 投资是一样的 Squire 就是编程 如果你在 国际思维上 有点大部分学习 Squire可能对对帮助 因为Squire开头 做点东西你就会 挺开心 让我们可以做后面的 Squire是很开发的 但是如果在找工作 尽量不要提到 因为呢 用它让你看起来 像一个菜鸟 所以那就是 我 就是搞最简单的 所以Squire 你会在贵里 我们使用的原理 因为那如果你想做 有那种 真实像谷歌的呢 你需要一大堆 这个 就会 多比大概几千万 几千万这么多 这是真实 非常多 毕竟呢 这也非常慢 毕竟呢 每次Squire加的 也是非常慢 所以呢 这个 它是教你 计算的思维 以后帮助以后 更大的缘 Squire呢 就是 两方面的 编程的思维 前方 PASA 十一万九千美元 JavaSquire 十一万七千美元 加方呢 是 十万四千美元 C呢 是 十万三千美元 C++呢 十万万两千美元 然后呢 C这个 几块呢 这种元 是呢 九万七千美元 然后PGP呢 九万四千美元 二十万万四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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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年招 PIN呢 最多是 PASA SQL Java JavaScript 然后C++ C这个情况 然后PIN是PC PASA 就是 薪水呢 又高呢 毕竟呢 有 还没招的 MD 所以我比较 它才是Squire 好 我们来 看一下PASA PASA PASA呢 有二十三个优点 就一样 怪是一样 就一样 这两个工程 非常简单 如果你喜欢 这个PASA呢 是两半的元 如果你不喜欢 这PASA呢 我很建许 不要 再编程 因为编程 可能不适合你 所以PASA呢 有大量的 这个教程 文件 材料 以及许多的 标准库 PASA呢 是 具有 甚至 开发环境 用过 可以用来 做一些 教育 软件 编程 用心的 和 调试程序 PASA呢 具有 基本的 用来 解读器 哪有点 都可以 用过 可以开始 运行着 大部分 变得更好 所以 后一步呢 提出 语量 在反馈上的 学习 PASA呢 是 有 事情 语量 PASA 是 Google 听 代表 例 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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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据的一直缩紧 该语允许有很自然的英文单词 这意味着最为少学非常多的符号 Python社区在诸诗的文档中做很多的工作 这些文档充满简单的写书 Python是一个大型的标语库 其中包括关于编写图形的应用程序和应用工具 以及简单的测试所有的模块 Python就为了所有的应用程序 都是用科学网络的游戏图画 动画外部的游戏 用这个网站开发一下Google的游戏 然后机器学习的数据科学 Python有许多对科学的计算 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库 Python有用过轻松的掌握到算法和数据的结构 并且只是各种的编程 比如像营养过程的编程 营养对象的编程和寒数的编程 Python就有高级社区的项目 Python对于数据结构也很好继承 需要Python的这工作更容易 Python的流行因为它在许多公司普遍应用 它是Google主要的一个语言之一 Python还在引擎的其他语言的接口 Python的指导运作 Python就有一个明显的做事方法 Python觉得初学者非常有帮助 Python因为有作用 Python如果做的问题 Python有一个追加答案 Python非常利于学习 Python得到了社区的支持 Python也是文规标准库 Python在节目中完成一个视频上有趣的事情 乌龟图形是在也想拍的上介绍一些变成的流行方式 它是编辑语言的一部分 乌龟图形用来从不多简单的动静 和合法出来的复杂的图形 Python的既有高级语言又低级语言的功能 它处理在西语言和加瓦语言中的 它是最振杂的西语言 根据调查Python 程序也不是在可以收到10万美元 然后随时加网 其他加JavaScript和C DN都在9万美元上 Python也有一些区点 比如说一样 一等化开发不方便 再使用对着生长的运动性 测试在其他名义上的代码混乱 分发软件和这个过程相对复杂 在传数上编程的支持有限 多简称会有没有目标的复杂性 它不会将你无关 数据这种类型的知识 再比较Python的策略语言 什么呢 程序大陆社区 建议大陆社区的学习是Python 在最后一年就在做什么呢 Python的第一个词画就是 DN机选择到 这种人知道一下 Python的这种人的原因 Python的原因 有些人在那边 这种网上 大量的教育和 看网片 这也是的大部分 我觉得这种意味着 错误的那套 能通过 所以大家可以分类非常轻松 然后我们双合一同学 还想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东西 所以今天谢谢大家